大选过后 首相马哈迪虽然说他不会向纳吉复仇 但是他也强调新政府会依法办事 而首先要处理的呢 就是这个案件就是伊玛公司的弊案 马哈迪呢 早前就亲自下令禁止纳吉出境 以方便调查伊玛公司案件 而今天呢 马哈迪就以视讯的方式 在东京举行的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员理事会会议上提到 他很有信心 检调单位呢 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然后在短时间内对纳吉采取法律行动 而且马哈迪还很笃定的说了一句 绝对不会跟纳吉妥协达成任何协议 一切依法行事 总检察长阿班迪被首相马哈迪勒令放假之后 阿班迪今天也透过简讯告知媒体 他将会放假30天 不会进办公室 同时不忘强调 自己依然是国家元首委任的总检察长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反弹会特别小组透露 当局曾经向阿班迪出示关于伊玛公司 在2015年年底把4200万令吉的公堂 转入纳吉斯人户口的证据 应该继续追查这起案件 但最后只换来阿班迪的一口拒绝 至于昨天刚刚地上辞呈的反弹会前主席 佐吉菲里 据说受到伊玛发展公司案件的影响 也被列入禁止出国的黑名单当中了 此外彭博社报道也指出 美国司法部可能下令 要同样涉及伊玛公司发展弊案的富商刘特佐 把平静号豪华游艇交给美国监管 因为这艘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游艇 据说是挪用伊玛公司的钱所购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